《易经》里面有大过小过,大序小序 我们继续两个话一起说,合并同位相 这个小过 比大过 上下 差了两个阳阳,多了两个阴阳 那两个,两个,又两个 这个就是小 一个一个,一下四 这就大 那么 小过 就像我们现在的外影,小鸟在叫 它给打的这个比方 你看中间是鸟的身子,两边是翅膀 就好像小鸟在飞 那在空中 你稍微一不注意 就掉下来,自由落体 地球有引力 所以虽然它很善于飞 但是 始终不能疏忽 所以一开始 亨通 那么 利于 手正道 可以小事 不能大事 也就是你可以犯小的过失 大的过失 你不敢犯 你也犯不上 那做大事的人 一将功成万物库 我们说的比较极端 但是 有形有义的 狠心 觉得 杀意警百 等等 这些也是 必要的 在一些情况下 伺候长兵 那么说这个小鸟 在低空飞 还好 到了高空 那越高 出不胜寒 其实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意思 我先说 初六 小鸟一开始 其实翅膀还没扎硬 你看它还是阴咬 本来 当位应该是阳咬 所以一开始就 熊 没长硬的 翅膀就想飞了 不会走就会跑了 那可见 而且更重要的是 就告诉你从小 从一开始初心 又说初心 初心是最重要 基础 基础是最重要 所以 一上 不一上 而一下 就是说小边 下边 你其实犯一点小错误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 这个大楼 底子没大楼到上面 越上面越凶 所以这个凶啊 你要尤其注意 不好的东西都刷在摇篮里 会有这种坏的习惯 六二 到位了 但是上面没有人提拔 没有人呼应你 不见其军 见其臣 那上面的军位跟你一样柔弱 这是一 二呢 这个臣 也可以当 零三来讲 你眼前这个领导能衬托的只有他 小的领导呢 但是 没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 也没有太激进 没有太主动 只是做配角 那你小的过失也是上面导致的 那九三这个凶就来了 所以你九三又有相应又单位 怎么还凶 因为整个环境沉托出你这是一个 犯错的 事情 所以你越积极 越不行 那就要 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呢 还是初九 你看都找回来了 你到了下挂的极端 问题就产生 结果了 那就不好了 九四 又到了一个上挂新的开始 那告诉你 防卫度见 前身车之见 你有这个经验之后 你必须要好好的 重现审视了 这次 不能太 冲动了 小的时候 不知惹不醉 长大就不行了 六五 到了最后 不管怎么样 都是 就有自取 那么上挂力到最后更凶 那么上挂力到最后更凶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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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